幸福 中國佛教世大明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的2月15號來到回民一條街 我們剛剛有參觀的鐘樓跟古樓 可以看到西西勞遠的人潮若育不竭的部分 還有看到前面一個樹木柯 這是所謂很有名的叫彰彰麵酸奶的部分 彰彰之所謂的叫古樓 古樓是在整個唐朝的size就有了 但是真的建立這個古樓是在整個明朝紅五年建立在1680年的部分 那如果是鐘樓的話是在1684年的部分 現在所看到的全景的部分 這所謂的叫回民一條街 這所謂的就是古樓 前面的古樓這邊就是所謂的24節氣 樓上還可以在整個人的部分 立東、小雪、大雪、東智、小韓、大韓 好我們再回到這邊做一個總結 人潮若育不斷 陝西省三千萬的人口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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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